好 越来越多民众在买东西之前 吃东西之前都会上网去看一下 部落客推荐什么 以防踩到地雷 但是很多的店家厂商 其实也找了部落客在写文章打广告 开箱文 新德文现在是越来越的广告化 那么现在的公平交易法是修正通过了 未来部落客跟厂商如果是有对价关系 也就是说你是收钱或是被招待的 破文之后如果被控诉广告不实 将会一并负担赔偿的责任 介绍扫地机 吸尘器 在家使用 拍下照片 po开箱文 新德文 部落客介绍产品 成为不少民众掏钱之前的参考依据 但未来po文可得小心 一旦被控广告不实 恐怕得负起赔偿责任 例如说我们说吃好 有些人喜欢吃酸 有些人喜欢吃辣 你觉得吃辣很好吃 我一吃辣我就觉得那很不好吃 那就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等等等等 我推荐的商品大部分都是我自己 例如说使用过 我自己有买过 我自己有去吃过 知名部落客486专门推荐家电 事后还会开团购帮忙压低价格 影响力强大 用的穿的旅游美食都有部落客涉猎 但广告不实怎么认定 我可能推荐的时候是三个月前的 你三个月后来吃 你看完之后你去吃 你会觉得货不对版 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可以 这就有模糊的地带 知名部落客网站浏览人数动辄十万百万 不少人更是以po文当主页 有厂商给的福利和费用 但这样的广告行为被盯上 如果广告不实又确认有对价关系 开罚时被报酬 过去步伐有部落客传出造假传闻 没用过没吃过大喇喇po文 引发不少风波 现在部落客也成了代言人 和明星一样得对消费者负起责任 这是主角人小琪 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